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主播点新闻,我是家如 萨拉叶今天官病确诊病例重回4位数 共有1903宗已接近2000宗大官 同时通报有两人在3月5号病逝 两名死者中,一人是来自梅里的67岁男子 生前患有末期肾病 另一人是来自古静的83岁女子 生前患有高血糖和血脂异常 这些新病例来自全沙38个县 其中以古静最高有754宗 接着是梅里217宗 私吾194宗,明都鲁154宗 其余则为双位数和个位数 当中有1891宗属于第一组别无症状和第二组别轻微症状 六宗是第三组别肺部感染 五宗是第四组别肺部感染和需要氧气 一宗是第五组别肺部感染和需要呼吸辅助器 冠病确诊病例评传 沙拉叶近日陆续有部长和代议室确诊 如今沙拉叶总理拿督巴丁吉阿邦丘哈利也中招 沙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长 拿督司理法蒂玛·Abdullar 今早证实阿邦丘哈利确诊冠病 因此无法出席2022年沙拉叶赴女节颁奖典礼 他在活动上致辞时 代表阿邦丘哈利向活动的出席者致歉 并祝愿阿邦丘哈利早日康复 Fatima·Abdullar透露 他昨晚9点接到阿邦丘哈利确诊冠病的通知 并被要求代表沙总理出席 2022年沙拉叶赴女节颁奖典礼和进行致辞 陆吉跳墙 今天早上明都鲁动植物园一只猎鹿 怀疑是受到闯入的流浪狗吠后 跳出渣篮逃走 记者向动植物园负责人了解 管理员是在今天早上7点多发现猎鹿逝中后 便赶紧到路上寻找 怀疑是附近为数6到7只的流浪狗 闯入动植物园后 对峙猎鹿狂吠 才让猎鹿受到惊吓逃出渣篮 猎鹿也称为爪蛙水路 跳跃能力强 最高可跳过5到7吋的障碍物 所幸动植物园只言在发现猎鹿逝中后 花费20分钟就把它找回 网络上也流传着猎鹿在路上游荡 惊慌失措的画面 还有动植物工作人员追逐猎鹿的情况 跟一度被路过的民众路下 以上就是今天的重点新闻 感谢大家的收看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察 哈喽 你好 是第defense Achieve so 今天带你60出来快速了解精英大学 好,University 全名为Higher Education Learning Philosophy 自1986年建校至今 以卓越的教学与师资 已经发展成马来西亚高等学府的佼佼者 作为一个秉持着 让学生透过教育 协助人们踏上成功之道 并开创成功人生的校园 这里是一所具有高质量 和领导文化的大学 并着重于良好的学术标准 持续改进以及学生和职员的人才培育 成为一个能提高职业发展 建立终身价值观 和成就个人的学习体验平台 这里特色是一所城市校园 可以从公共交通直达校园 目前校园拥有两所校区 一个在白沙罗岭 另外一个在书邦 两所校园都各具特色 提供学生完善的学习环境 想要了解更多关于精英大学 赶快点击以下的链接 我是第一名学长 我们一起成长 我们一起成长 中文资 equ sag大人 有点表明 在书哪 olabilir 怎 Kansas